台南英雄 大民國三八年 大台南英雄有一個百貨的花生 他加了一個大台南火車頭 替泰摩店上班的十八歲的小路 他去加一個泰摩 就殺到這個噪音 結果呢 就直接了 放火 讓這個十八歲的噪音 每天晚上 就像眾士一樣 就騎腳踏車 跑去英雄 跟這個花生共度春宵 六個月後呢 這十八歲的高年 他的肚子就大起來了 這十八歲的精神 狀況也沒說太好 他家裡的人就想要送去精神的年 他的大伯大祖董 就帶他來南昆辛大台府 來求豬富翁爺到三天 然後呢 正好十幾人就叫豬富翁爺 他的姿勢 將豬富翁爺的八人大叫 對南昆辛一路來 到我們嘉義的水上的亂葬鋼 到這個亂葬鋼後呢 豬富沉水降機了 甚至上去的萬英公那裡 冰車呢 就在這個骨灰壇裡面呢 吹到這個硝肉鏡 放壺壺的灑口 還有這些壺壺 就要炸回來我們南昆辛大台府來破法 破法後呢 這十八歲的高年呢 就非和正常了 結果呢 這個壺壺先發現這件事 他就走去南昆辛 豬富翁爺 當時呢 都要辦事的機動 那樣 會是呢 我們就知道 豬富沉水 他的機身呢 準備要提供的時候 這個壺壺先 就在後面呢 打算放壺壺要害這個機身啦 啊這個機身呢 壺壺跟我的頭 眼睛回到很久 在那裡 看這個壺壺先 他就跟這個壺壺先說啦 你後面再做不太多事 我就想你的高名 這個壺壺先呢 就走到喔 整個肚子啦 膝蓋說 他不對了啦 不好意思 他不對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整球這個豬富沉水呢 原容他 他手術 他對天手術啦 他不會做壺壺事了啦 這件事喔 是 真人真事的故事啦 他手術 toothp奏 就是 好 步驟 我 剛才 很專門 在上面 跑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